哈囉 到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溫排 一拳超人啦 沒有問題 那今天的話 基本上阿 就是最近基本上應該還是會在早時間 在直播跟大家一起這個 看一下我的帳號喔 因為有一些東西的話真的還是要就是 直播的時候來問大家應該會比較準一點點啦 因為最近的話基本上有接收到一些 不一樣的一些消息 反正一直以來哲平現在就是在全支援啦 不過有一些觀眾是推薦就是 還是要練一些東西 那到時候我們直播的時候 再看大家要做什麼一些調整喔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大概就是 每天努力的把等級提升 然後打一些就是我們的一般關卡這樣子 然後再勾且偷生啦 那其實這支帳號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看一下無刻能夠玩到什麼程度喔 然後其實也沒有想要就是去跟別人較勁或幹嘛 就是玩一個快樂的喔 然後就是比較隨性啦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盡可能不要錯過太多一些活動 不過這邊有觀眾有留言說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有很多東西都還沒有練 然後戰力也還不夠 所以打活動的時候你會錯過蠻多一些活動的一些獎勵 像我們上次的那個就是那個什麼呀 上次的那個我們的活動的話 好像就是沒有打到就是非常後面 所以有一些東西是沒有拿的 所以確實是蠻可惜的喔 但是也不用就是那種活動的話基本上我就是會努力去把握啦 但是就沒有到一定要就是去打贏別人這種PVP或幹嘛之類的喔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說我應該是以就是盡可能就是 活動我們都可以很好的這個參與喔 所以到時候的話我們直播再來看大家就是有哪一些需要去做一波調整 因為距離我們上次這個直播的時候 我們現在應該已經升到蠻多等級了喔 然後再看一下要調整是什麼 因為原本是想說都是把我們這一切都先給這個 無雙佐迪克就好了喔 不過後來好像聽說可以就是在練其他支或是幹嘛的 因為我真的是蠻怕就是亂練練錯你知道嗎 超級超級怕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就沒辦法就是那個很隨心所欲啦 因為這遊戲的話基本上它不會就是像是練格子一樣 就是練格子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把第一個格子練滿 然後我其他角色進去之後的話 我就是每一格子那個角色都是會拉高的 所以它是必須要就是那個去斟酌 然後把試煉花費在各個角色的身上 因為像我們之前去點一些東西的時候啊 那個錢就很容易不見喔 就是很容易沒有 但現在就很淡 因為我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去亂點東西了 所以那個錢應該就會多了蠻多的這樣子喔 好然後現在目前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跟我講說 就是因為我現在目前戰力真的是很不夠啦 所以到時候的話我們就直播的時候再問大家就是 我們還有哪一些需要去做一波使用喔 然後這次賬號的話基本上是不會課金的啦 所以我們就是看一下無課能夠玩到哪裡 玩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覺得目前剛剛玩起來 也還算挺好玩的啦 就是不要去跟別人就是比拼或幹嘛的話 應該都還算是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真的最麻煩最需要改變的一個點就是 我希望下一個活動啦 就是下一個類似我們上一次的探索之旅的活動出來之前 我可以就是想辦法把我們四字面的角色提升 然後提升之後我們才可以去打那個活動 不然上次那個活動我打到那個 打到那個背心那邊 後面一大堆那種UR角色 轟一轟我人就沒了你知道嗎 對阿 就會變成就是有夠麻煩 有夠不能打的這樣子喔 反正到時候我們目前來說先累積一下 因為你看我現在索尼可以升到這個65等 其實我們現在每天的這個例行公司都有做啦 只是我們還有更多的一些就是 其他部分需要去做喔 像這邊觀眾就有提供就是那個我們那個 家園的手辦喔 家園手辦那個我還真的是沒有去研究過耶 到時候我們可以就是在看一下有沒有一些就是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家園的部分的話我以前這個 手辦環節我都是直接放上去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就是 額外需要去點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這些有需要該給誰或是幹嘛之類的 都可以再跟我分享一下這樣子喔 對阿 它這邊有一個一鍵更換這個底座耶 然後你有開到新角色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把它就是那個打開這樣子 還滿特別的 然後滿的話會有一些獎勵可以領 那看起來是長這不得性的喔 不過這個就是以前玩到現在的話 這個我就沒有就是有做太多一些研究的部分 我覺得下一次直播的時候 我們可以就是來探討一下就是 家園的部分啦 因為家園有很多東西的話其實 我以前就是隨便給它按一按的 我也沒在管那麼多 然後我每天一定會來解的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我也想要問大家就是有沒有一定要就是 拉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會比較有 我就會自己就是盡量讓自己都是選擇就是有這個 四星就是比較高星的這些可以接我 才會把它們派出去這樣子喔 對阿像這個 比較有這種東西的我就是一定會把它們派出去 然後一定會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定要拿的這個東西 然後成就部分的話應該就還蠻簡單的 所以到時候的話再麻煩大家這個 提供一些家園部分的這個資源 哈哈哈 因為當初就是玩的時候也沒有玩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這個透徹喔 然後大家如果發現就是如果我沒有看到留言的話 就是可以盡量就是 瘋狂的留言喔 我基本上有刷到過的話 基本上就還是會看到喔 就是不會每一個就是都看得那麼仔細 這個到時候也要問大家 因為這個我還沒有就是開始那個努力的用 然後我們訓練環節的話呢 這個我大概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點就可以了喔 所以這個應該還不是太大的這個問題 好那目前來說我們的線控大概就是 長這負德性了 反正我們到時候就是再找時間 再繼續就是來讓自己變得更厲害一點點 因為現在來說我們現在離下一個活動 不知道還有多久了喔 就是有那個關卡可以打的活動 現在應該都還算是已經經歷一個結束了 所以現在應該都還好喔 我們就是慢慢的再繼續給他培育起來 反正我是覺得就是不用那麼急啦 但是還是想要問大家喔 那留言的話基本上會看 但是不一定就是會馬上就是更動 而且有時候可能刷過去就忘記了 或是沒有看到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那個開直播的時候 大家進來直接講的話 應該是會最輕鬆的喔 就是我會最能夠吸收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最近在少點時間看一下 要什麼時候再開一個直播了喔 好 那現在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是已經打到這個第14章節了喔 然後現在來說我們就是那個什麼 我就盡可能快一點把我們這邊的一些沒有高星的地方給他打掉啦 只是現在來說如果真的要打這個高星的話 可能就是要守控或者是就是 就是在看要怎麼樣去配置這個隊伍 因為現在來說我們整支帳號的這個 阻力輸出就都還是在那個 還是在我們這個音速索尼克身上 就是會比較那個 然後之前有人跟我講說可以用那個吉納斯博士啦 但是吉納斯博士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我就我就比較 比較還沒有把他用上來喔 因為感覺吉納斯博士的話是死掉之後他會有這個 分身嘛 分身出來 但是現在感覺好像也不太需要一定要用這個分身 完了他們全部爆牌了 哈哈哈哈 完了各位 但是只要能夠打過就好了 因為你打過的話你就可以就是 自動戰鬥然後直接拘消 好 我們這邊再看一次喔 我們上次好像是沒有辦法把黃金球刷死 但是這一次好像也是沒辦法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我應該要先刷上面的聚合鐵 會不會比較有點機會 來 最後一把來看看 最後一把 狂埋棋餒 來啦 聚合鐵 好有囉 然後這邊的話呢 先來一個地底激怒先不要 然後 這邊先來 打這個 哇兩下而已 哭了 然後拉森休憩破 然後讓大家聽一下很久沒聽的這個西亞蠻 然後 西亞蠻 不是 這個先 補空 然後這邊 來一個 西亞蠻 有 裡面還會回一點血喔 他們打其實都還蠻痛的 好 野鴨頭 哇 那個沒有殺的真的很可憐 Just please crash 哇 欸欸欸 超痛 OMG 他沒事 繼續先刷掉你 再把黃金球刷死 欸 沒死 What the fuck 完了 他沒死啊 各位 他沒死啊 老哥 拜託了 甜美 假面 啊 完了 完了 真的 真的完了 真的完蛋啦 各位 就不能這樣子欸 完了 哇靠 都是這個黃金球在搞呀 他這樣射下去我的那個 沒有人家的就沒了呀 各位 完了 沒啦 不然還有點機會的耶 哇 完了 OMG GG 哇 可惜耶 這差一點點傷害喔 好可惜就沒辦法 不然還有點小機會 然後原子武士這邊的話呢 感覺應該是可以跳過 哎呦 哇 獨角仙跟那個都爆開了 各位 五角色陣亡 那個啦 主要來說是那個誰 就是那個原子武士會一直追擊喔 超麻煩 好 全部殺死 然後這邊 刷一下 然後先把 燒邊這把刷掉 還是我們應該要先把那個野鴨頭那一隻刷掉 阿神修 跟破 就很想要用那個 用那個就是三星你知道嗎 三星達成之後 就可以一箭通關了 比較舒服一點點 各位 好來囉 看一下他怎麼辦 哇 這樣刷下去 你看我們傑諾斯基本上就被砍一半了耶 這也是蠻可憐的 追擊仔 那主要是個野鴨頭啦 這弄下去然後他追擊後面那個我就沒了 對 每次都長這樣 GG 哈哈 沒啦各位 好啦 反正目前來說最近的話應該還是會就是那個 再找時間開個直播 又到時候要來增進一下自己的一些東西的這個部分了 到時候再 麻煩大家啦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留言想要讓德民看到的話就是 多留幾次我已經就會看的到 反正 現在來說因為 原本想說 因為有觀眾留言就是說 感覺就是先投資這個索尼克就好了 反正就是我跟你講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啦 所以 我們也只能就是看一下 因為我也不懂嘛 我就是聽大家的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大家的這個意見 不過在那個直播的時候 大家直接一起講的話 應該是會 更快的 然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給一些小建議 然後 我們這支帳號啊 基本上 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會去課金 所以大家 就是 不用以這個帳號可能會 課金為一個目標 他是不會課金的 所以我們就是 可以輕鬆玩或是慢慢打 然後 主要來說就是麻煩大家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讓哲平就是 能夠順順利利的那個什麼 順順利利的把所有的活動關卡 更急的拿一拿就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 慢慢的狗上去 這樣應該就 沒有什麼問題啦 那到時候再 麻煩大家啦 沒有問題